《灰瀑醉秋色》 這是六集中的第四集 由於示範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們把它切為數集 讓各位觀賞的話更方便 第二集中的一定的時間 由於示範的時間 之後,我們看到的 你會做到的 但是,你會做到的 你會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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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青加末 那現在調的花青加末 末就稍微少一點 那花青多一點 那這個色調跟剛剛第一次畫的 這個花青加末末是比較重一點 不同 也是用乾筆我們慢慢做出 水的這個明暗的層次出來 那我們輔助於這個用吹風機來吹乾 那這樣的話會節省時間 而且會更有效率 顏色是淡淡的一次一次的加上去 這就是我創造的基色法 基色法並不是用很厚實的顏色 很厚重的顏色塗上去 而是比較淡的顏色 不是特別厚的顏色 那一層一層的加 那當然加是加在需要加重的地方 不需要加重的地方就不要再加了 或者加的比較少層 那加的比較多層的就會變得比較厚實 而且色調也不一樣 利用我們在紙張上累積的色調 然後增加這個顏色的變化 而且更畫面更厚實 不會單薄 然後再加一層的顏色 然後再加一層的顏色 然後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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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西萱忠孤 那画家呢 就是其他生活上容易取得的材料 来绘画 也就是造成了这个国画 跟西洋画不同的地方 材料用具都不同 那生活上能够拿到的东西 就方便你拿来做画 那我们现代人呢 有现代的很多的这个工具用具 那我们总不能还是跟古人一样 现代人很讲究这个效率 还有工具只是一个辅助的这个用具 如何让我们的画画得更好 这才是最大的目的 那要创造更好的作品 这些辅助的工具材料 甚至呢 现在的原料也比以前更丰富 那这些都是古人没有的 这个我们目前现代人的优势 而且现代的交通方便 以前的画家 你要去观赏大山大水 或者是拜师协议啊 都非常的困难 我们在网路上 就可以透过网路来学习国画 那以前的人要找个老师 真的非常困难 要跋山涉水 要历尽千辛万苦 而且呢 路途还不一定安全 还有盗匪啊等等 所以我们自一代的人 更要观念改变 要适应这个时代 因为时代不同 我们就要有现代的观念 那国画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在家里画得更好 更能够贴近现代人的美感 尤其呢 尤其呢 这个现代的人交通方便 坐飞机啊 到国外啊 甚至是国内旅游 到处都 这个 不管做什么交通工具 都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容易到达 而且又轻松 所以呢 古人讲的行万里路 那现代人呢 不只行万里路 甚至国际各地啊 国外各地啊 的风光 都可以去观赏 所以呢 我们绘画的体材 要更贴近现代人的 这个美感的观点 如果画得更多 你不是画得更多的 也不想要画得更多的 啊 能不能画得更多的 可能画得更多的 可以啊 就没有画得更多的 不画得更多的 这个颜色要不愿其反的 把需要在家的地方 我们就继续的堆砌上去 意思就是要积色上去 那这样无形中 这个色彩的变化就非常的丰富 不仅丰富 而且更厚实不会单薄 那我们画出来的 利用积色画出来的作品 就非常的色彩丰富 而且作品很厚实 表背的时候装上现代化的框 包括你拿油画的框来装上去 作品都能够凸显出来 而且相得益彰 适合显示挂在现代的建筑 假如一张传统国画 传统画大部分都是 崇尚淡雅淡雅 但是呢 由于淡雅的关系 这个作品也就会比较单薄 如果装上稀释的框子的话 作品就容易被框子抢走 到时候只看到一个框框 然后作品都被抢走 都看不到作品 由于现代人住家住的房子 都已经是现代化的建筑 所以呢 我们虽然画的是国画 画的是传统国画 延续下来的现代国画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它更亲近现代人的想法 这样子也不能使用 但是呃 《宗监》 那我推广现代国画最重要就是要画出现代人美感的这个现代国画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现出这个时代风格的画作出来 不会跟古人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保存我们传统国画的笔墨跟意境 然后画出现代的风格 这也是古人讲的 我们绘画要不拟于古 不拟于古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被古人拘束住 不要被他绑住 黎柯然讲过笔墨当随时代 所以我认为观念更要随着时代而改变 现在是加强近景的地方 我们这个灵岸的层次都要比较更重一点 而且更丰富一点 那干笔来擦染出水花 那主要是在纸面上它会流出很多的白 那流白的话就有水花的感觉 那这个笔法的应用 这个笔法的创新 最主要就是当年大概在96年左右 在90年96年左右 我去代协生去韭菜锅写生 那韭菜锅最有名的就是珍珠滩瀑布 那珍珠滩瀑布的话 它真的是水花一粒一粒的 就像珍珠一样 那那个是蛮有特色的一个瀑布 当然也有很多瀑布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表现出瀑布的水花 或者瀑布水在流动的这种质感 所以才想出用这种干笔来处理的方式 表现出水花的感觉 这个近景的地方 我们更要把它强调出来 一幅画远近层次要分明 近景的地方的水花 它更要更仔细 要更丰富 我们国画员讲究天人合一 那所谓的天就是大自然 人就是画家 在这个绘画上的一种 美感的表达 还有它美感的观念 那中国画也讲究 就跟中国人讲究了中庸之道 所谓的中庸之道 在一幅山水画里面 更能够这样的呈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刚硬的这个岩石 配上这个楼核的银物 这就是一幅画面的营造 画面的营造就像一首音乐一样 要有律动感 有轻有重 有轻有重 它才会有律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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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色都是一道一道的家 啊 要配合整幅画面的整体需要 不过的地方 我们要不厌其反的 再堆垒 再堆砌 那已经过的地方 就不能在家了 那加原料呢 跟炒一盘菜一样 你炒得过火了 那个菜就炒烂了 那炒得刚刚好 色香味俱全 好 哦 efforts 嗯 Mac 好 有 哦 這些地方都是重複的一直在家 那這個就是要積色 所以我常講 我們一幅山水畫 一幅畫的這個顏色 是在紙上堆砌起來的 是在紙上調出來的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積色 所以才會積出不同的這個 整個的色調出來 而不是在疊子上調出來的 當然疊子上調出來的 並不是重要的最終的表現目的 那最終是在紙上疊出來的效果 那主要就是利用紙張吸水吸原料的特性 我們總共有六集 請各位繼續的觀賞下一集 謝謝各位觀賞 謝謝各位觀賞 ывает SCOTT